噓 基隆人不想说的秘境 基隆真的是美不深收 东北角沿岸更将海岛的美丽元素尽收眼底 一趟旅程下来啊 可以让你欣赏北台湾最美的海岸 还有山线旅程 让你自意在山海之间徜徉 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全家出游 情侣约会的后搜仔哦 旺幽谷是位于八斗子和长潭里之间一个V型的山谷 整个谷地绿草如荫起伏有致 近看八斗子渔港远眺海中的基隆雨 还可以拾接而下 置身其中 叫人忘却所有忧返 沿着路径往下走 可以到一片大约宽二十公尺的海滩 海滩遍布了海湿平台 豆腐岩等地质景观 还有沙岩间距的地形 所以适合捡杯壳 抓螃蟹 还有细潮等活动 相信来到基隆绝对忘不了 和平岛公园的自然美景 但在这公园里还有一个秘境中的秘境哦 旧名舍寥岛的和平岛曾经是西班牙人 在台湾的根据地 而地名阿拉宝湾 其实是后来从台东迁移北上的阿美族人 觉得眼前这一片海湾 像是家乡的阿拉宝湾而命名 海岸边风吹海湿所形成的海湿崖 风窝石 蜀状石 豆腐岩 天然美景真的有如意识节般的奇策 夏天来到和平岛公园 还可以来这边泡泡冰冰凉凉的海水 好舒服哦 白冰凉炮台是国家三级古迹 它位在基隆市中山区光滑路37项底 所以又被叫做光滑谷炮台 它是国家三级古迹 国家的高度大约是在海拔60到70公尺之处 是荷兰聚台时期就主有的堡垒建筑 所以在当地也被称作是荷兰城炮台 我们现在到的位置是佛首洞 听说就是连很多基隆人都不知道的秘境哦 基隆西北端的仙洞岩是一处有特殊景观的海石洞 相传有仙人在此修行后得到升天 因此称作仙洞 我好好奇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哦 我们去看看吧 尖洞又分为主洞 左洞与右洞 三处都是属于天然的海石洞 曲折而蜿蜒的主洞壁上 有许多雕刻的佛像 还有黑墨自欺 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庄严的气氛 哇 这个佛首洞里面真的跟迷宫一样 我刚刚下去走一圈真的是 我真的头有点晕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这里的话 最好是要带一个再丽的祥道 面对那边蜜蜂 走一趟基隆真的很不一样 不管是景点 秘境 美食 都是那样充满魅力 这跟我印象中的基隆真的很不同 大家有机会跟我一起来探索 基隆的美丽哦 我们下期再见